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是法国的童话世界 在福日山路朝东的一侧 是连绵起伏的葡萄园 金色的秋天 它们本来已美得像画一样 那些散落在葡萄园的一个个小村落 是藏在画里的一样 而这童话世界之都 就是斯特拉斯堡 斯特拉斯堡位于法国的东北部 隔着莱茵河与德国相邻 在历史上这座城市被两个国家 能番争夺和占有 在语言和文化上 它是法德混血儿 它有点法国 有点德国 在城市面貌上既有法国的轻松 艺术 艺术 浪漫 又有德国的规整 硬朗 大气 在地理上它是西欧的中心 以直线距离计算 斯特拉斯堡与波罗的海 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距离 大约都是750公里 这里还是欧盟理事会 欧盟议会 欧盟人权法庭的所在地 在斯特拉斯堡市中心 由伊尔河的两条支流 围绕着的大岛是最古老的历史中心 由举世闻名的斯特拉斯堡主教座坛 和中世纪小城镇小法兰西 1988年小法兰西和整个大岛 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是世界上最早被整体收录保护的古城之一 大岛上有两个中心 一个是克勒贝尔广场 一个是主教堂广场 克勒贝尔广场是大岛的中心广场 商业区的新藏 以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的克勒贝尔将军命名 广场中的克勒贝尔雕像下 就埋葬着他的遗体 广场里有一颗二十米高的雪松 它将在圣诞时张灯结彩 变身成最高大的圣诞树 更加热闹的似乎是主教堂广场 教堂高耸尖塔 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八方游人 我们在这里冬游戏当了六天 围绕着教堂周边 不知道转了有十几圈 两个中心广场的四周 都是曲折的小巷 小巷里全是装饰漂亮的各种店铺 咖啡馆 法式小餐馆 阿尔萨斯特色美食店 和纪念品商店 最吸引我的是香气扑鼻的各式高铁铺 姜饼 马卡龙 阿尔萨斯葡萄干杏仁奶油原蛋糕 黄油饼干 阿尔萨斯人把它们都做成了可以吃的艺术品 不仅美味还悦目 这诱惑实在让意志力薄弱的我 完全抵挡不住 深秋的夜晚 寒一夕人 温暖的小酒馆里 有酒 有光 有故事 看这位卖奶酪的小哥 像演说家一样向我们介绍他的奶酪 音 法 德 几种语言 随意切换 还能跟我们说上几句中文呢 这是卖炒板力的小火车 嗯 就是价格有点贵 从卧邦水坝一带到运河交织的小法兰西 是整个城市中最美丽的地方 多条运河从这里穿流而过 运河上小桥纵横交错 虽然没有威尼斯那样水网密集 但却有法国式的浪漫风情 这是一片独具韵味的中世纪小镇 是法德文化交融的阿尔萨斯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建筑群落 这里的建筑在立面上使用黑褐色木条作为结构间装饰 有德国民居的特点 有很多木梁上还雕刻了精美的图案 而尖尖的双坡屋顶和多层老虎窗 又是法国建筑的风格 运河两岸 这些歪歪扭扭的木金屋像是从童话书里跳出来的 有船划破他们的导影 铺满黄叶的小镜消失在运河的尽头 这里虽然被叫做小法兰西 这么一个可爱的名字 可是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和城市的归属 或建筑风格没有一点关系 而是得名于15世纪在这座岛上建立的一所专门医治梅毒的医院 当时梅毒被称为法国兵 因而被德国人戏称为小法兰西 在运河的入口处 有四座古朴的中世纪碉堡组成的桥 标志了小镇的入口 近旁就是17世纪沃邦兰河坝 它是沃邦要塞的一部分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是哥特斯教堂的巅峰之作 始建于1176年 直到1439年才全部竣工 用福日山区的粉红色砂岩石料组成 暗红色的外立面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貌 正面顶上一边是一座142米高的尖塔钟楼 另一边却只是一个平台 此处原本应该是一座对称的尖塔 由于当时的财力有限而没有建起来 如今丹钟塔反倒成了它的特色 142米的尖塔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超过了埃及吉萨金字塔 这一记录保持了200多年 被后来不断长高的德国科隆大教堂超越 不过它至今仍是世界上第六高的教堂 让斯特拉斯堡大教堂 尾身世界的是教堂外观 纤细到极致的哥特式装饰 教堂的整个外立面 蒙着一层精巧的纤细的实质的网 教堂的外观力求削弱重量感 以达到空间空灵的极限 追求更好的升腾的效果 巨大的体量 却用最纤细的装饰来包裹它 便是斯特拉斯堡大教堂 所追求的视觉上的冲突和震撼 引用雨果的评价 即巨大与纤细于一生 令人惊异的建筑 尤其是教堂的西里面 共三道门廊 纤细的哥特式装饰 覆盖了整墙面 像极了石头的蕾丝 中间门廊上方有一扇巨大的玫瑰花窗 是同时期哥特教堂中最大的玫瑰窗 直径12.8米 教堂内有一个11米高的天文钟 建于1838年 每隔15分钟 有儿童、青年、壮年及老年代表人生 四个阶段的机械人出现 每一整点有死神提着板斧出来报时 在中午12点30分明中时 还会有众多的人物轮流出场 我们去了三次 也无缘看到这有趣好玩的场面 与教堂外观 华丽纤细的 哥特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教堂内部出乎意料的朴素无华 除了哥特式教堂特有的 硕大的彩色玻璃窗外 其余部分几乎没有任何装饰 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天顶、墙面都没有教堂常见的湿壁画 地面、柱子就是朴素的红砂岩 这和我们上一集介绍的外减内奢的阿尔比大教堂 刚好相反 圣母院博物馆 位于大教堂南面 这里珍藏着欧洲中世纪最顶级的雕塑作品 大部分是来自大教堂的元件 大教堂中世纪最顶级的雕塑作品 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大教堂西立面两侧 刺门廊上方的少女雕像 他们完成于1220年至1290年 现在站在教堂那个位置的 应该都是他们的复制品 原作被保存在这座博物馆中 少女们美丽 圣洁 带着天真的微笑 衣裙飘坠 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 一个个如活脱脱的美少女 完全颠覆我对中世纪我对中世纪艺术呆板木论的印象 见到他们 我自己觉得是我斯特拉斯堡之旅 最大的收获 博物馆还珍藏了好多教堂彩绘玻璃 平时在教堂都是远观仰视 难得如此近距离 又以平视的角度欣赏教堂花窗玻璃 其中一幅很小的耶稣头像 耶稣在威生堡 创作于1060年左右 是全法国最古老的彩色玻璃 还被印在了参观门票上 罗安宫 大岛上最好的房子是属于大主教的 它就是大教堂南侧 被称为小凡尔赛的罗安宫 建于1732年至1742年间 是斯特拉斯堡大主教的府邸 现在包括了三个博物馆 地下室是法国最重要的考古博物馆 展示了阿尔萨斯从公元前600年 到公元800年间的历史 一层是装饰艺术博物馆 是大主教生活起居的空间 和一些珍贵的瓶器和银器 窗外就是大教堂直插云天的身影 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大主教当年的豪华生活 却想象不出平穿而立的大主教 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想法 是否会是一切尽在掌控中 二楼以上是美术馆 收藏了从中世纪到1870年的欧洲绘画 有波提切利 拉斐尔 卢本斯 丁托列托 凡带克 李贝拉 格列科 科罗等大师的作品 布菲的收藏 实在值得慢慢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卡莫·泽尔屋 卡莫·泽尔屋 要欣赏斯特拉斯堡最吸引人的阿尔萨斯特色名居 是一定要去位于大教堂脚下的卡莫·泽尔屋 这座建于1589年的房子 是斯特拉斯堡半幕结构的房屋中 最大也是最华丽的一座 正面75个窗子的窗帘上 雕刻着圣经和神话中的任务 据说过去税收是按窗户数来征收的 普通民居都尽量少开窗 可是富人不在乎税收这点银子 反而用满墙都开满窗来炫富 斯特拉斯堡最好的三种游览方式 登大教堂 登大教堂那座没有完成的塔基平台 攀爬途中可以更清晰地欣赏大教堂的全部 东边教堂祭坛上方 罗曼式风格的教堂顶部 和一连串哥特风格轻盈的飞腑壁 在以实相的视角俯瞰脚下的旧城和远处的新城 以及更远方的德国黑森林和一迈青山 乘船游览 坐在全玻璃窗的游船上 在水光波影中 领略斯特拉斯堡的独特风貌 用一小时十分钟 沿伊尔河环绕大岛一周 有中文语音介绍 一路上既可以看到古城的标志性建筑 如小法兰西 沃邦水坝 鲑正教堂 以及法德混合风格的城市建筑 郊区住宅等 还有耀眼前卫的欧盟机构 这座曲线优雅的玻璃建筑 就是著名的欧洲议会的所在地 坐游船还让我第一次见识了 船通过水砸时 如何像坐电梯一样 进入上游或下游 还有为了让船通过可以旋转的桥 漫无目的地随意乱转 在不大的旧城大岛随意乱转 不期而遇 发现新奇 是旅途中更有乐趣的事 在这座中世纪一封的街道上 会偶然发现过去铁匠 木匠等的招牌 中世纪时 这里就有了浓厚的商业氛围 是商人和手工艺人的聚集地 由弗兰德斯地区席卷而来的行会运动 在这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如今的路名 依然反映出当时的职业分工 例如 木匠街 铁匠街 制格工坊 鱼市场 即使看不懂文字 也能从他们的职业招牌上 略至一二 现在离圣诞节还有两个月 一些新级的店主 已经挂上了圣诞装饰 想象着这个还被称为圣诞之都的童话世界 到圣诞节时 该有多么好玩热闹啊 不禁为自己来早了 心生遗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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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